我們來製作208加年華這個考題 做完是這樣的效果 他比較難是這批碼要做取備 好 建立一個新文件進行設計 然後存在該有的目錄ILA02 好 我們看一下 設計項目 好 建立一個新的文件 工作區的數量為2 這個注意一下 我先新增邊做邊看 好 新增一個文件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一個工作區 那以拉可以新增好幾個工作區 他可以做小厚厚薄薄一個簡張 他可以做好幾好幾頁多頁的書了 以前就一張而已 現在可以多做張多張 那這就是工作區的數量 這要設2 那你要左右排上下排 這沒有說明 所以我們用預設子就不用改了 好 然後再來他說的間距為0 大小是A4 所以間距在這個地方 這個為0 大小是A4 A4 A4選到下面就不用改了 那 直式的方式 所以這是橫的 這是直的 我們要做直的 就這樣 確定兩欄 間距是0 A4 好然後是直式的 紙張 好確定 所以你注意看 左邊會有一張 這是A4 那因為有兩頁 兩頁 所以這是一頁 這是另外一頁 那中間間距是0 好 所以這個 新的版本是這樣 好 然後存在 先存檔 存在 他所指定的目錄 那我這邊先放在西草根目錄 IL A02 答案都是 A answer A 那第二題就02 不要製作聰明取其他的 好 那這個 存檔的時候呢 待會會需要 包含連接檔 這個待會做完 我們再另存 確認一次就好 好 然後再把 他所要求那個 範本先置入進來 圖片進來方式 置入 好 然後到 這裡 好 我們做的是 208 所以 做了 找的是第8體裡面的 第2類 好 802 好 裡面 完成檔是這個 我們先把 Demo放進來用範本的方式置入 好 描述檔吻合 這都不用改 然後進來的時候不見得在正確位置 這個解開 然後對齊工作區 垂直跟水平居中 你會發現他對齊是對齊第1張紙張 他並不是對2張紙張 所以垂直跟水平居中完了之後 取消選取 抓左上條這個毛 然後拉到這個地方 角落出現交集 沒有交集的話就是會靠攏這個邊邊 確認貼在這個地方 沒問題 就好了 這是 範本的部分 好了之後再 鎖起來 然後回到圖層1 把需要的圖放進來 所以置入 置入 我們的 horse 這個 這匹馬 要繪製的這匹馬 這匹馬 真的要筆形去瞄 他沒有辦法用像 瞄圖 影像瞄圖去做 去背 不行 因為這個 這個 馬跟後面的影像 顏色太近了 做不出來 所以這只能用筆形慢慢的瞄 好 所以這個再注意一下 好 放下來描繪他的外型 做 像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再來我們做 旋轉木馬 這個木馬的去背 這個就有點 複雜了 你可以先把後面的範本先關掉 好 那就慢慢瞄了 那瞄的位置 你先大概有個概念 我們在用筆形工具的時候 再使用它 記得先切換到 直接選取工具 再用筆形 然後在瞄的過程 按Ctrl就是 直接選取工具 好 這個造型有點複雜 所以 你可以 為了節省時間 你可以不用描得那麼的精準 只要把它輪廓 描出來就好了 那我們在做筆形工具的時候 原則就是用最少的頂點 描出它的外形 好 那填色不要囉 填色不要在這裡控制 好 然後再 放大 適當的大小 然後你圈選這個路徑 盡量在 這個影像在內縮一個像素左右 這樣去背才會乾淨 Photoshop的原理也是這樣子 用 筆形去圈選 然後 圈選的原則就是內縮一個像素 ALT按著可以砍斷把手 Ctrl按著可以用直接選舉工具進行調整 ALT按著可以把把手做一個彎曲 OK 像這樣的描繪 然後到這個地方 這個旋轉木馬的 這個 桿子 可以 不用圈選 因為完成圖沒有包含這個 那個就 跳過了 小地方你就用 很快的 方式把它圈完 大的弧度中間就不要再加點 因為這個弧度 畫兩個點其實就可以做出來 如果做不出來 又不要在這裡再點一下 可以增加頂點 那你可以拿掉 你的筆形右下角出現 加點它一下 Ctrl按著 進行微調 這樣可以事後再調整 這一個 弧度的 造型 好 然後再繼續畫 這裡把手ALT可以再砍掉 他就不會一個把手影響曲率 這有點多了 所以在邊 調的時候 一定要 把速度鏈快一點 Ctrl按著 用直接調整工具 這樣進行微調 在畫的過程當中 先求有 後面到 最後有時間 再慢慢微調 用最快的速度來完成這個造型 這個馬尾巴 馬的尾巴 這個要圈 那內縮一點 因為毛有一些毛隆隆的部分 你沒圈到就覺得有點醜 所以在照尾內縮多一點 無所謂 好 然後這ALT按著砍斷把手 再調整這個曲率 ALT按著砍斷把手 如果你沒有點到會出現剛才那樣的一個對話視窗 所以在調的時候再注意一下 好 ALT按著砍斷把手 Shift按著可以畫出水平線 然後再這樣抓 這個下面這個馬 馬的尾巴下面也有了 好 那我們在 做 Photoshop去背也是用這個筆形工具 在以拉也是做這個 這個要練得很熟 因為以後你到 真正在工作的時候這個工具使用到的機率很高 你要做去背就一定得用這個方法 做一些比較 明確輪廓的去背就用這個 比較簡單的你可以簡單點一下直線 簡單彎一下這個小地方 不用太詐意 直接將帶過去就好了 那旋轉木馬下面那個支撐桿 那個不用做 直接畫到這邊 只要把馬的輪廓 做出來 那你會發現這個會比之前的207 便利貼的那個平身就來得 複雜了 所以這個要多 熟練一下 好 可以的話就是一次畫完走完一圈 也就 瞄完了 邊畫邊調 搭配ALT 搭配 Ctrl 來調整 在這個地方 對 我還以為看到後面去 所以這裡 你 沒有辦法用描圖的方式 曾經去用描圖描過 真的描不出來 你要去修整描圖完的影像 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那倒不如 按部就班的 這個慢慢畫 又可以很精準 然後又可以練 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 使用性非常高 一定要在 在時間內完成 用月快速度做一下 那這個其實啊 你以後去工作 你只要做到 美工設計相關的 行業 這個工具大概練個 一兩個月 你就很熟了 好 所以熟練有程度 其實也不用那麼久了 你大概 大概一兩個禮拜啊 但可能就駕進就熟了 那訣竅就是 搭配 Ctrl跟ALT這幾個快捷鍵 去使用 從一支筆從頭畫到晚 就這樣 那 ALT按著砍斷把手 Ctrl進行微調 那這樣邊做邊調 就可以完成 我們要的造型 好 那這個就是這批馬的 輪廓 OK 好 這個就沒有捷徑了 好 那選到之後呢 前景背景對調 然後右邊這個地方 右邊這個地方需要有一個 白色的馬當 文字的輪廓 所以現在我先備用一個 ALT按著 備用一個 然後我新增一個圖層把它拖過去 好 這個在這邊等待著 好 那先多做一個 因為這個待會做 剪裁遮色片之後 它就不見了 所以先備份一個 好 再來看一下 好 立描完 外型的 然後尺寸位置要參考 然後製作剪裁遮色片 好 所以我們先製作剪裁遮色片 先把 上面的影像跟後面的 圖像 選取 按右鍵製作剪裁遮色片 然後再擺到 該有的位置 所以這一個大小啊 再縮放一下 再調整一下 這個地方 可能牽扯到一點點旋轉 好一點點旋轉然後大小 再調一下 先剪裁遮色片遮完之後 再 進行一些 微調 好 放在這裡 對不對 一點點小旋轉 好 好 然後大小抓一下差一點點 沒關係 好 這樣 下面跟 左側 會有一點 突出 那個無所謂 那個待會還要再遮掉的 所以大小啦 旋轉位置 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好 所以這個 部分 大概 微調 可以就可以 好 有時間 當然調越準 會越好 OK 好 第二個 這個 請將兩個頁面填入同一個背景色 如這樣子 然後再打開 TESTA AI的 背景文入複製到這文件當中 好 所以現在我先把背景先解鎖 那個範本 好 用I 檢視低管把這顏色吸一下 然後把它加進來 好 什麼需要加的 應該沒有了 這個是混合模式而已 好 然後再把範本再鎖起來 好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你要畫出一個 這兩張頁面 這兩張頁面大小 所以把範本關掉 因為它會干擾我們對位 好 舉行從左上角 確定 出現交集 拉到右下角 出現交集 這個會跟紙張一樣大 那就會套用剛才我們吸附的那個顏色 他是在下層 OK 好 那這個 背景完成 然後再去開啟舊檔 開啟舊檔打開 TESTA AI這個文件 去開啟 因為AI的檔案先用打開的方式 用這一個 Ctrl C 這兩個一起過去好了 不要一個一個來 Ctrl C 切過來 Ctrl V 好 那這個分到另外一層 分到另外這一邊 然後這個位置先把背景色 背景塗層先關掉 在 這個位置 先對一下 這不需要縮放調整 然後注意它的 它的幾個功能 第一個你要把它的混合模式換成色彩 增值 然後把透明度降到50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底色在下面 他們兩個融合 就是同色系的 這個方法 蠻好用的 好 底色在這裡 然後 在 上面的紋路在上層 它的 它的這個 這個的 透明度是色彩增值 跟50% 好 那你會發現它超出頁面喔 所以你還要再畫一個 遮色片 剪裁遮色片把碼 跟 圖騰遮起來 喔 好所以現在 在利用矩形 從左上角的交集 畫到右下角 這裡而已喔 這裡的交集 喔 然後 這個在最上層 這個在最上層 這個抓到碼這邊 才能夠到 它的最上層 喔 剪裁遮色面都要在最上層 喔 然後 加選碼 加選圖騰 按右鍵 選擇製作 剪裁遮色片 它才會限制在我們要的文件內 OK 第三個 開啟圖檔 Test 點AI 將標題的加年華 複製到裡面 還在做一個黑色的陰影 好 Test我們就開在旁邊了 這個加年華 拷貝它 切換到這邊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貼上它 再來 這個加年華 擺在這裡 其他用不到你可以鎖起來 甚至你把它 關掉或Ctrl-Y Ctrl-Y好了 Ctrl-Y比較好做喔 好 那這個再對齊 這個不用縮放了 直接 對位就可以了喔 那黑色背景要另外再做 好 現在這個已經對好了 然後Ctrl-C C是拷貝 然後Ctrl-B 貼到下層 然後記得它的顏色是黑色 好 然後你用 這個要縮放一下 先Shift按著 拉一下 往左上拉 Shift按著 再往右下拉 它會有點大 大概多一下 Ctrl-Y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是文字 還有那個 陰影再注意一下 好 然後再來 請輸入 Column的英文字 那字體為這個 那到 到後面會 要我們貼一堆字 所以 這邊你可以 打開它 準備給我們的文字 這邊有個 Column的英文 直接拷貝就好了 複製 好 那回到這邊 一樣貼在同樣 這一層喔 那用文字 點一下 好 把Ctrl-V 貼上 好 Ctrl-A全選 好 那這個的字體 字體是 CALI 誰在這地方打 CALI 好 BRI CLI STO 有沒有這一個 STO MT嗎 MT 對 然後字體樣式為 粗體字 好 然後大小先大概抓一下 好 那這時候做完之後先離開 顏色是白色 好 Ctrl-Y 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你用 Shift 縮放它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 但是它有一個弧度 有一個弧度 這個弧度需要用封套 這邊需要用 文字彎曲變形製作這個陰影 這個 好 那這邊我們用的是封套 在物件底下 封套扭曲 以彎曲製作 這個 用這個來做 然後浴室把它打勾 打勾 這邊選擇弧形 弧形 那這個數字 這邊大概抓 一下 這邊可能會看不到 你先 先 先大概記一下吧 20 因為你現在Ctrl-Y了 所以看不到 好 確定 這樣這樣 Ctrl-Y 這樣才看得到這個效果 好 好 那如果你 不希望邊看邊調 你就不要Ctrl-Y 然後把下面塗層都關掉 這樣就可以對位了 好 所以這個抓一下 如果你想要修改這個封套的話 選取它 選取它 注意看有一個封套的造型 然後其實在上方 封套彎曲 這裡就選項了 如果你要改別的 在這裡可以改 那水平垂直的彎曲 可以看一下 那彎曲程度 跟原本的完成檔就會很接近了 那你再做一個適當的旋轉 大概這樣 有時間就做一下 沒時間大概這樣就可以 那如果你想改文字 雙擊 就可以進入裡面 改文字內容 好 外面 選舉工具外面點兩下 雙擊可以離開封套 點它一下 這個是文字 文字的部分 OK 好 所以這是修改的幾個 方式 坦白說 Y 看一下 文字本質是這樣 但最後完成是 已經套用完的效果 好 那這個圖層點兩下 確定在這邊 把其他圖層打開 就完成 這邊所 要求的 這個文字 好 然後他還會有 一個需要做就是 文字 陰影 你要做陰影 他這個字才會跳出來 好 所以選到這個文字 選文字 在效果這個地方 效果 風格化 製作陰影 製作陰影 好 這個預設子不改 預示看一下 預設子不改 只是他的 XY的位移 變0 他才由中間向外發光 他不是向右下角 所以 X位移是0 Y的位移是0 其他不改 其他不改 好確定 這樣就好 這樣才可以跟背景做 區隔 主題也會比較 明顯 好 補充一個 小地方 這個 文字 跟風套的 切換 再注意一下 一個切換 如果你點到不是風套的外型 怎麼切換 注意你選到文字之後 在上面這邊兩個切換按鈕 這個按鈕是編輯封套 所以他出現編輯封套的選項 那這個按鈕是編輯文字 編輯內容就是文字嘛 那本質是一個文字而已 好 所以點他就是文字 那點前面這個 就可以編輯封套 選項就在這邊 那也可以在這裡做一個更改 OK 好 所以這個注意一下 有時候你會找不到 在這個地方 選到 我們的文字就可以在這裡進行 切換了 OK 第五個 請運用描繪這碼的形態 作為文字區塊 我們要把文字打在 碼裡面 然後 幫講 將文字 對他準備我們的文字檔複製進去區塊 然後 其他文字因為這裡面填不完 所以其他文字要一排到下面 一排在下方這個地方 好 然後做一個 碼的底色做蹭底 好 好所以這一個 碼呢 我們已經 事先的 準備在旁邊了 就這個 黑色的 那我把它抓到最上層 好 這個直接拉上去 這不拉也沒關係 好 然後把底色的 顏色暫時先關掉 這個鏡射一下 利用 鏡射 雙擊 然後垂直的方式 不用拷貝喔 直接 鏡射過去就好了 然後他的顏色是白色 白色 但是把透明度 透明度降低 降低到50% 因為白色這樣跟原本的顏色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的大小 Shift按著等比例縮方 這個 這樣擺到這個右側的頁面中 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白色要留著 白色留著 然後還要再把這個 複製一個出來 複製一個出來 因為大家當作文字頁面 為了讓你看清楚我現在 ALT複製一個到旁邊 然後待會我要把文字打在這個形狀里面 那打進去之後 他的 外框 碼的外框會變成無填色無邊線 所以你要先做一個 你要先做一個 灰的 50%的白色 放進去 好 這裡把字打上去 貼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 全選Ctrl A 然後按右鍵 複製它 好 然後打字注意一件 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文字打在 區域內 要用這個區域文字 好 然後靠近它 靠近它 靠近這外型 你有沒有要變這樣 好 點它一下 好你們注意看 碼已經變成無填色無邊線了 你把字貼上去 TOMSOV 貼上去 好 那貼上去他就貼在這個形狀里面 然後字 沒有完成顯示 完全 顯示出來的話 右下角會出現一個 紅色框 裡面是一個十字 好 就注意一下 Ctrl A全選 那這個字體 16PT 這邊 16 沒有這邊就自己打了 也可以自己對照一下 然後一般用星系名體就好了 好 這個 好 細名體或星系名體都可以了 好 那這邊 都可以 那好了之後再搬回去 搬回去 然後再來你用Ctrl Y 看一下 Ctrl Y你就知道這個 文字要擺在哪裡 不要Ctrl Y好了 把底色關掉 好 那這個稍微縮一下 稍微內縮一下 好 因為他跟他有一點小小的 就錯位 好 然後他有多的字喔 他說多的字要易排到下面這邊來 所以注意一個技巧 怎麼把多的字 排到下面 好 先選取 我們的 區域文字 然後用這個 選取工具 選到區域文字之後 要不要點選這個 右下角 紅色 框框跟十字 點他一下 點一下 有不要這邊這樣 這叫易排 我們可以把它排到下面 下面要排到一個矩形的框 所以在這裡 按住滑鼠左鍵不放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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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這裡 放開滑鼠左鍵 那文字 就排到這裡 這叫易排 易排文字 好 所以這個方法再記一下 點他一下 那把它排過來 好 大概是這樣的 大小 然後他的這個加 第一個字這個加 點兩下進去 他比較大 比較大 他比較大 其他式就往下擠了 那這樣就有一個填滿的效果 那剛好排到這邊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加 代表裡面還有 那 為什麼還有 可能有一些空格 沒有刪掉 這裡可能有很多空格 還有呢 下面還有 好 下面還有那這個換行就在 換一下 那可能字太大 也會有這問題 所以Ctrl A 這裡的極數 再射小一點 12 12就比較小了 好 12看一下 12就可以 但是這個加 再讓大一點 這個加 這個文字 點兩下 把這反白 只有他 變大 這樣子 好 所以剛才16級可能太大 所以字會跑到 其他位置去 如果你這樣排下來還是有一點多 你選到他再把字 再加大一點 好 但是那個加可能就要 再調整了 14 12 14 12 12 好有時間就多調 沒時間大概抓個 大概就可以 好 這個加大概再把字再加大 好 有時間再微調了 好 那沒時間大概這樣 就不錯了 然後你可以寬度變窄一點 字就會再往下一排 好 這個就是文字的 部分 好 那把背景色打開 OK 大家是這樣的效果 我這邊再補充一個 再補充一個文字這裡的調法 調的比較像的方式 這個文字是12pt 沒錯 然後你要再開啟字元的面板 它的 行距 這裡每一行行距是16pt 這樣間距才可以拉開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 加的這個文字 單獨再 放大 這樣 這樣拍起來就會比較 剛好 Ctrl 0 這就拍比較完整一點 OK 好有時間就調好 那沒時間這個 參數細節 就可以不用 記那麼多 所以這裡再補充一下 那行距是16 然後字距是12 那第一個字加已經有放大 所以這裡就不會顯示12pt的文字大小了 好 那文字的調整大概再補充到這裡 第六個 儲存檔案時候 緊將連結的檔案也一併儲存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 很重要 所以 這個怎麼做 我們都已經存了 對不對 所以你再另存一次 才會出現選項面板 另存一次 把原來的蓋掉 取代掉 取代掉 確定 然後注意這件事情 這個要勾 要不然會被扣分 包含 連結檔案 好 確定 他正在儲存 OK 好 那這個208的加年華考題 我們就做到這裡